音樂 大家好,又是我Steven 這次我們來到大阪 這次我主要有些工作 不過我都會抽幾天的時間 和大家在大阪 慢慢巡視一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 介紹給大家 所以現在新的觀眾想知道多些日本大阪的旅遊 還沒訂閱,快點點訂閱 有時去旅行,又會 又要回來再繼續在這裡做事 所以你小小的like 已經是給我好大的動力 旅行真的找一間好酒店 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都飛得很密 所以每個旅遊的時間 已經不多 所以必定要有些好實用的 訂酒店APP幫忙 所以我這次主力用 就是Hotels Combine這個APP 這個APP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幫你快速搜尋到 最美和最底的酒店 找酒店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快捷 不用浪費時間 在這麼多個網站慢慢在這裡 夾價 而且它的介面都非常之容易用 最重要都是那句 可以幫你以最底的價錢 訂到自己心水的酒店 所以如果大家來旅行 記得下載Hotels Combine這個APP 大家可以慢慢再比較一下 說不定你會找到一些超級的酒店 我們這次來到大阪 就訂了一間叫Royal Park Hotel 首先說這間酒店 本身這間酒店 就不是特別接近地鐵站 它就在本丁站 走大概十分鐘 近來我也是喜歡住一些新酒店 因為感覺它都很整齊 很新的 感覺非常之良好 而且我喜歡選一些高一點 晚上回來又可以看到景 這間酒店也是 也就是了 它的Lobby就在15樓 我根本設定這間房間 就是一個高樓層的房型 可以用到Lounge 這間酒店的賣點 也是有一個很美的景 這座大廈本身都在附近比較高 所以一進來就已經是最喜歡這個景 口和晚上看都是這麼美 幸好這天特別是好天 所以看出去是特別美 我們昨天已經是check in 現在情況非常混亂 我拍了一些沉默的景觀 給大家看一下 到來 一進來左邊就是一個浴室 這個浴室很棒 都是乾濕分離 有一個洗手盆 還有馬桶 哈薩和浴缸 是一體化的 晚上回來 我通常都躲在這裡 一個小小的空間 自己享受一下 這間酒店都會吸引我 就是因為房間的面積都算是很大 是King Size的床 比平日日本的酒店 我想只有一張床都大一倍 由於它都是新酒店 那些USB插頭和電掣頭 全部都有了 很適合手套 很方便 這些電視現在新酒店都是 可以看到Netflix YouTube 回來都可以看看自己的影片 看看有多不多人支持一下 還有這裡有一個Soundbar 所以看影片的時候 聲音是特別漂亮的 mini bar 水 咖啡 全部都有在這裡 最喜歡的都是這個工作桌 去完Lawson買些甜品回來 就可以繼續剪片 繼續努力工作 對著這個這麼美的景 所以這間房間其實都滿意 都包了一個早餐 其實上面都是在上面的午餐裡吃 早餐其實就 野食種類不是特別多 因為它是一間比較西式的酒店 所以它裡面的食物 即日式的那些什麼植物 譬如咖喱 它就沒有了 什麼青魚那些 它主要都是一些腸仔 蛋 即是比較美式一點的食物 不過我自己喜歡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樓層 包了這個 evening cocktail 時段 和下午茶 所以其實它 在中午的時段 我喝東西反而是挺強的 那我昨天都回來看看 因為當時市中心 很方便回來放下一些東西 有紅白酒 還有日本酒 還有梅酒等等等等 就是喝兩杯東西 然後再出去吃 晚上其實我覺得是OK的 不錯的 那我這間酒店訂 就是1500元左右 已經包了上面那個早餐的價錢 酒店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 我們出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 當天吃完早餐 我們就馬上出發去 大阪最新最人氣的景點 就是門真市的Lalapod 這個Outlet都超級大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按上一次的影片 所以當天走到非常之累 我們就簡單在梅田附近 就找一間燒肉店來吃一下 晚上我們來吃燒肉 這間就是燒肉牛泰本鎮 進來都9點就完全不需要等位 還有它有這些 好像我們現在坐的 小型過室 就有私隱度 還有坐的就挺舒服的 靜靜的 這個是單點的 不是放題的形式 所以質素應該是OK的 大部分它又有些set 例如一些漂亮的牛肉set 兩至三位用的 大概是4000-5000元 已經是有交易的 那絕對當然可以很多的散奶 那些牛肉來說 我們今天就試一口切牛市 就有一個雪花和牛的牛小排 還有一個雪花的牛肉 飲料就沒有放題 全部都是散奶的 那價錢呢 飲料方面我覺得它是有少少貴的 但是都絕對呢 如果相對香港 絕對是可以接受的價錢 待會它的肉很快到 完全不需要和它省 當然要點美麗肉試一下 這裡就有兩份肉 已經是和牛特選的牛小排 和和牛特選的雪花肉 兩份肉了 和牛的牛小排 應該會比較有咬厚一點 另外雪花肉很明顯 就是紋理和雪花 蠻厲害的 牛厚切 你看多厲害 牛厚切 這份其實就是2400多 一套 2400多一套 大概644 6月12 140元左右 這份又是840元 這份牛舌就是千多日圓 這份牛舌就是千多日圓 一來就有一塊油脂 開一開爐 這塊牛舌很大 牛舌很漂亮 是黑毛鮑牛 其實今晚我們吃的全部都是黑毛鮑 另外我們點了沙律 吃肉 可以點沙律 沒有那麼解膩 沒有那麼肥膩 看到一些小麥菜 洋蔥 10種不同的蔬菜 再加少許醬汁 這個爐很棒 火力夠強 燒出來的肉絕對是不同的 點餐經過都是很方便 現在在日本吃 大部份都用iPad 就算不懂日文 都絕對是沒有難度 就是漢套識字 何況很多時iPad 已經有中文、英文 甚至韓文的選擇 所以點餐絕對沒有難度 我現在第一轉的 必定 吃它最美的 我想看看它的質素 可以不可以 那牛舌就完成了 看看牛舌 厚切到不得了 這件牛舌 表面真的火力很猛 你完全看到它是焦香 脆脆的外層 爽 爽 爽 好 沒氣 花那麼厲害 都知道 就是那隻特選和牛 雪花肉 這些很軟 很正 它已經有些醬油在表面 另外牛小排 哇 這塊牛小排 很厚 牛香味應該會比較重 這塊牛小排 所以這些這麼厲害的火 真的要小心 滴油 牛小排和雪花牛 最主要想嘗試 兩種不同的肉質和味道 看看是否分別 當然這隻不是A5級素 它是國產雪花黑毛和牛 牛肉的甜味可以再高一點 不過肉汁是完全足夠的 和牛肉的肉汁是很足夠的 我再嘗試這塊牛小排 你看看完全像牛扒一樣 很漂亮 像牛扒一樣厚切 真的很有質感 我喜歡吃燒肉 它要有油脂 夠咬口和質感 才好吃 那塊牛肉 我再看看這塊 今天牛小排很好吃 牛扒牛肉的質感 很滿足 避受均勻 剛才的雪花牛肉 反而油脂會比較重 可能會有那麼多的油膩 但絕對沒有問題 就是牛扒 牛扒 牛小排 和雪花牛 這兩個牛扒 都挺誇張 厚度真的厲害 這就是厚切 香港就算厚切 我想是一半都不知道有沒有 暫時三個牛都很OK 非常對版 燒到少許焦 油脂還在旁邊慢慢滴出來 表面很脆 現在火靚 很棒 脆皮 好像乳豬皮 這個很棒 特選黑毛牛 雪花牛小排 暫時說是完勝的 剛才牛小排很棒 我們決定飯豆 不過試試一隻便宜版 這隻是1200日圓一碟 剛才我買的那份是2400日圓 剛剛好就是一個Dip 這隻牛小排 普通牛牛小排 但你會看到 其實紋理沒有那麼好看 當然沒有那麼好看 但它本身都是黑毛牛 都是各產牛小排 如果這個1200日圓 都算划算 1200日圓是72元 這份牛小排 不錯的 白飯是幾百日圓 一千多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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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試點這個 有蛋 芽菜 紫菜 還有肉碎 菠菜 當然要混合 辣醬 韓式辣醬 其實日本很多燒烤 食燒肉的餐廳 都混雜了韓式元素 包括前菜小食 他們都會有韓式前菜給你吃 所以跟韓式燒肉有些關係 韓式炮飯 有點像韓式那些 可能這裡也有韓人過來 所以味道有點像韓 材料是足夠的 再配合燒肉也不錯 它是很薄的 完全不是很工整 切得不漂亮 我講的是便宜一半 距離都很正常 但肉的顏色 油脂分布都算合理 以這個價錢來說 便宜版牛舌牌 還有便宜版牛舌 因為剛才吃的牛舌不錯 厚切 便宜版1200多 剛才也是2000多 60-70元貨幣 其實挺不錯的 它組裝得挺漂亮 但我們現在看到 14113日圓 它的機器已經幫你計好了 如果這兩個人 就是7057日圓 7057日圓 一個人 420港幣 有了今晚全部 包括清酒和啤酒 包括所有的東西 你看 便宜版牛舌牌 出動 混合這個 韓石頭石鍋飯吃 你真是無力 石鍋 日式和牛 石鍋 韓燒飯 至少 大滿足的畫面 是怎樣 焦香 底部有焦材 再加上和牛油脂 甜 再加少許肉 滿足感 一聽到都開心 平價版牛舌牌 平價版牛舌牌 你慢慢咀嚼 其實是有少少韌的 但它的油香 油脂 都仍然保持到 接著我就要試試這份 即薄的牛舌 薄牛舌 其實它都有2、4、6片的牛舌 薄牛舌 它本身上面 就塗了少少的 蒜蓉在上面 今天 這個燒肉的晚餐 就差不多了 今天 賣單就1萬4千元左右 唯喜 就大概 除了開兩滾 就大概400元港幣 一滾 食物的質素是OK的 這間 燒肉牛舌 不過 價錢 如果在大阪的情況 其實它是可以再便宜少少 就更加好 其實這個旅程 除了大阪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我們去了和歌山 那邊是非常精彩的 這個地方 比較少朋友去的 但我覺得 都非常值得去做一個 一天旅程 因為這個地方 有很好的農作物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緊接著 記得看我下一條影片 今天來到這裏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大家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